那个还没有回来的同学 听不到了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玻璃电极 那这个玻璃电极在左边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是很标准的 有一个玻璃电极在这边 Glass Electro 也就是我们讲的Indicated Electro 左边这个呢就是参考电极 那我们用的是Saturated Calum Electro 那么这两个电极之间有个电位差 我们用一个这边写得很清楚 PH Meter 各位都用过了 PH Meter 那这个是很标准的 因为你就是要用玻璃电极呢 去测你的分析物离子 分析物溶源里面的氢粒子的浓度 所以它叫PH Meter 那这边你也可以知道 所谓的PH Meter 事实上就是去量电位的 就是一个Volt Meter 只是它内面度很高 所以它比一般的商用电表 要贵 那这整个的系统的话 就Potentiometer是一个方法 这个整个系统呢 这个仪器 最贵的当然就是PH Meter 大概两万块左右 然后这些电极呢 几千块 加起来应该都少于五万 五万块 所以我们在分析仪器里面 所以你目前在仪器分析里面 你用到的仪器 这个是最不贵的 最不贵的仪器 五万块钱就可以解决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 这个参考电影本身 它是一个Sensory Calum Electro 我们就不再介绍了 它的组成啊 它的半反应等等 我们就不再介绍了 那在这个地方 课本上没有去画的 那我觉得蛮重要 当然就是这个Tip 最前面的参考电影 最前面这边呢 你要放一个Glass Freed 或者是Vicor 所以让里面的离子 可以跟外面的代色分析物 溶液啊 它离子能够铺通 能够导电 这是很重要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 这个玻璃电子 它的一个构造 然后它的一个工作原理 以及它最后你量到电位 跟你的飞机物离子 就是氢密子浓度的 之间的关系 那在这个地方 我会做的比较仔细的一个介绍 那希望借这样一个介绍呢 能够把这一种 Membrane Electro 它的共同的一个原理 或者原则 能够借这样一个玻璃电子 能够这个 在介绍过程里面呢 除了 针对这个玻璃电子之外 它代表的是一个 General 这一类电子 共同的一个 一个原则 或者原理 那这一点 要希望同学能够知道 首先呢 这整个电子 看起来很大了 那它真正的 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当然就是这个 Membrane 所谓的Membrane 薄膜 在这边就是玻璃的 Thin PH Glass Membrane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层 玻璃 Membrane 很薄一层 那这一层 特别强调是 Thin 很薄 然后是PH 是对这个PH值呢 很敏感 有Response Holing Membrane 所以你是 PH Sensitive也好 是氢密 Selective也好 都强调出来 它的特性 那它的电子 很高了 100MΩ 就10的60ΩΩ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你 必须要有 内电子呢 比它更高的 10的12ΩΩ 这一个PH meter 你才能量得准确 它的电位才能量得准确 对不起 它的电位才能量得准确 这是Glass Membrane 就前面 那么因为它是玻璃做的 所以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呢 我相信你们上学期 做飞机实验 用玻璃电子去测 拡减低力 我们上学期一分实验 有一个自动低力 在做实验的时候 助教都特别的强调 小心啊 不要把这个玻璃打破了 的确 它不是那么容易破 但是你敲一下 它还是会破 所以要特别小心 好 这样一个玻璃膜 是很重要的一个材质 那这里面装东西呢 也很重要 所以这里面这个蓝色的 代表这里面装有溶液 是什么溶液呢 0.1mol的HCL 0.1mol的HCL 它为什么选一个HCL 它不选 这是岩酸吗 为什么不选HNO3呢 或是H2SO4 因为呢 我们需要氢离子 就是这个溶液呢 它是HCL 它是长酸嘛 所以完全解离 氢离子跟氯离子 我们需要氢离子 也需要氯离子 所以它是HCL 不可以是销身 那么需要这个氢离子 做什么用 因为我们外面要测的 是氢离子的浓度嘛 所以我们的内部溶液 Membrane里面呢 也要放氢离子 而且它浓度呢 要固定 所以是0.1mol的氢离子 因为我们要测的 就是氢离子 所以内部溶液里面 也要放固定浓度的氢离子 那为什么需要氢离子呢 因为这里面 那么还有一个银湿 它应该写得比较好的话 因为银湿表面呢 有氯化银 也就是说 我这里面又放了一个银湿 那表面有氯化银 做什么用 它又是一个银绿化银的参考电子 银绿化银的一个参考电子 所以银绿化银参考电子的话呢 它所放的溶液里面 就必须要有固定浓度的氯离子 所以它需要氯离子 所以这个氯离子呢 是固定浓度 这配合这个银绿化银 变成这里面有一个 内部溶液也有一个参考电子 银绿化银的参考电子 OK 这个没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共同原则 以后我们讲的都一样 这样一个原则 所以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你要测氢离子 所以我们有一个glass membrane 它对氢离子有反应 那么内部的溶液呢 你要测氢离子 所以内部溶液里面 要有固定浓度的氢离子 内部里面有一个银绿化银的参考电子 所以一个银绿 表面有绿化银 它溶液里面呢 也需要固定浓度的氢离子 所以为什么要放HCR 就这样而已 所以整个重点呢 就在这个地方 membrane 然后这里面的内部溶液 银绿 然后整个做得很漂亮 只是让你看起来很漂亮 觉得很有价值 所以你2000块去买 值得 如果很丑的话 你2000块买一个很丑的东西 就没有这个价值了 所以它一定很漂亮 但是呢 这里面就没有东西 就整个是玻璃管 或者是塑胶管 而已 里面一个导线 接上去 就到外面要玩 所以上面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导线 整个的重点就在这个 前面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知道的 你要会画的 也是这个地方 membrane glass membrane 里面有银绿化银 里面放了0.1 molar HCR OK 那整个这个构造就这样而已 有没有问题 那至于说这个 为什么这样子就会有变位了 等等 我们后面会讲 先介绍它的这个构造 那右边这边呢 那就告诉同学 你如果说 你买的是一个玻璃电机 你当要去测荣誉的贴力值的话呢 你一定还在买一根参考链子 你参考链子用Kelmo也可以啊 用这个银绿化银也可以啊 就变成两支链子 那但是你在做实验的时候呢 飞行实验也是一支链子 这个上学期的一分实验 自动滴滴 也是一根链子 对不对 它没有两根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它是把这两个链子 做成一根 谁叫做combination 两个电机做在一起 二合一的一个复合电机 这个combination lecture 复合电机 那么做在一起的理由就是方便了 所以你不用每次带两个电机走 一个电机就可以了 那这里面的构造是一样的 二合一嘛 但是它应该有的都有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玻璃的地方 就是玻璃电机的部分 所以前面还是一样 有一个玻璃膜 然后这里面的溶液也是一样 有银丝 有0.1mol的HCL 然后这个银丝呢 在这个电机里面 它做得比较长 因此得扬上去 中间有一个内管 这个内管呢 这个银丝就是玻璃电机的 然后在外管这里面呢 有另外一根 我这边看了一个 脑子不准 这边的话呢 这边是内管是玻璃电机的 银丝化银 那外管的话 这边有一个银式 这个是银丝化银 是外面的参考电机 然后外面这边装了PACIA溶液 所以外管就是这一支参考电机 但是它是银丝化银的参考电机 那通常这个负荷电机的话 我没有看过 是Kamon有来说 因为它不太容易做得小 银丝的话就很容易 一个一个一个银丝而已 放旁边了 不占空间 所以一般负荷电机 它都是参考电机 都是银丝化银 就外层 银丝化银 然后呢 绿化钾 是KCL 或者是绿化银 NCL 那这个时候呢 我特别强调 Glass Freight 参考电机 当然最前面是Glass Freight 就是二合一的话 你外面这个银丝化银 是个参考电机 它仍然要跟你的 代色溶液 要离子能够补充 所以你看 靠近底部的地方 一定会有一个地方 它跟它的外面材质 构造不一样 那就是一个Glass Freight 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让你 里面的溶液的离子 跟你的分析物 溶液的离子 我们都浮通 所以你在做实验的 测量的时候呢 这一个Glass Freight 一定要在你的溶液下面 一定要放在 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在溶液的下面 我想你们在做过实验 这助教应该会强调 有没有看过 有吗 OK 那这绝集你们测 这个浮离子的 浮离子的电极呢 也是一样二合一 也是一根电子而已 但是它这里面呢 Indicated Electro 是浮离子的一个电子 Refined Electro 也是银丝化银 也是二合一的 所以它旁边呢 接近底部的地方 也有一个地方 一个小洞 就是它的结构不一样 那那个地方呢 也是一样 应该是Glass Freight 这个地方 所以你们做实验的时候 看一看 转转看 在哪里 把这个地方找到 那么它一定会 在这个接近底部的地方 所以这个溶液呢 一定要超过它 好吧 这是它的一个 玻璃链的一个构造 有没有问题 自己要绘画 所以所有的仪器都要绘画 那这是就刚才前面那张图的 一个文字的说明 那同学呢 除了看图之外 图下面的说明 应该要去看 一个好的作者 他用一张图呢 很清楚的能够表示 他讲的一个重要东西的话 如果说是好的一个叙述 在他的图的说明里面 应该会交代得很清楚 这张图 到底要讲什么 重点 应该是这个图的说明呢 都能够交代清楚 如果你看完这个图的说明 还不知道的话 代表这个作者 写这个说明的时候呢 写得不好 文笔欠佳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就像同学写文章一样 有的人这个写得很清楚 很好 有的人写得实在不好 那就是自己的功力 你作文的能力 所以我建议同学一定要看 一个图的说明 一定要去看 他说应该是很精简 那我们这本书呢 它不像Harris那本书 那Harris那本书有一个好处 很多重要的名词 它叫做练书 就这一页里面重要的名词 重要的观念 它的简单的一句话 都列在旁边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重点在哪里 这本书没有 他没有做这个事情 好 这是Harris 这本书里面 讲到相同的 Combination Electro 他还绣了一张 真正的这个 电极 右边这也是图的说明 所以参考一下 一样的事情 不同的作者 怎么样去处理它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 你的这种membrane 所以很重要就是 这个membrane材质是什么 membrane材质是什么 这个membrane材质呢 基本上是 我们周围看一下 这边写出来就是 Corning Corning是一家公司 Corning 听过吧 那么现在卖餐具 卖那个 池的 那个餐具很有名的 Corning公司 就是这个Corning 那它的这个 玻璃很有名 那这个地方就是 Corning 015 这个编号的一个玻璃 那它的 里面的组成 主要就是二氧化系 二氧化系 那么这个二氧化系呢 跟我们的泥巴也是一样 一般的泥巴也是 二氧化系为主 那但是呢 这里面其他的成分 氧化钠 氧化钙 那不同的比例呢 做出来的玻璃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那这张组里面 就让同学知道一下 因为主要成分是 二氧化系 那在这里面 系是黑的 小黑一点 而系 白的圈圈就是氧 那系的旁边 有四个氧 有四个氧 然后这中间呢 这最小的是氢 第二小是钠 最大的这个灰灰的 就是钙磷子 所以这里面有 氢 有钙 有钙 让同学知道一下 就是说 一个玻璃呢 这里面主要是 这个细三根 细三叶 SIO 有四个氧 其他的离子呢 大概这样一个分谱 旧版只有这样子而已 那新版呢 有更漂亮的图 新版的话 有这个更漂亮的图 这个图讲的事情一样 就让你看到 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C 蓝的是一样 比较大的一个灰球 这个看起来比较白 这个钠 这个小的是青 你看得比较清楚 大小 那下面几张呢 这个是 我们就欣赏一下好了 艺术欣赏 那跟玻璃有关系的 我不晓得各位知道 一个琉璃工坊 听过没有 琉璃工坊 那么他是杨卉生 张义 他们两位呢 很辛苦的建立起来的 他们自己的一个品牌 琉璃工坊 那这边当然不是说 要帮他做宣承 我们是看一下 如果说是 很纯的二氧化系 那他做出来的话呢 是没有颜色的 clear 就玻璃了 就是应该是 非常这个 就是没有颜色 澄清的 那你看到有颜色的 这样一个玻璃的话 那除了二氧化系之外呢 他就添加了 其他的这个过渡元素 那至于说 什么元素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什么元素 看起来是橙色的 那有这个紫色的 那看你喜欢什么颜色 这个是蓝色的 这个是绿色的 那这是猪 去年是猪年了 所以他特别出了一个 去年是猪 做了一个猪的造型的 一个玻璃 流离了 所以这个这里面 除了二氧化系之外呢 还加了什么样的 这个重金属 我不知道 那基本上 那都是重金属 这个蓝色的话 可能是copo 菇 菇是蓝色 绿色的话 我这个了解好像是 chroming 红色是不是铜啊 我不确定 好吧 就顺便看一下 所以这个玻璃 基本上是 二氧化系材质 里面有一些 其他的 少数成分 有钠离子 那这张图呢 就专门去介绍 就是说 他强调就是说 你这个玻璃 你不能让它干掉 所以说 你不用的时候呢 你要收藏 你还是要把它 放在溶液里面 为什么不能干掉 那这个代表 一个玻璃层 玻璃 那我们说玻璃里面 有0.1mol的HCL 外面是你带色溶液 对不对 所以这边有 所谓的internal solution 指着内部 0.1mol的HCL 所以清理的浓度 接近是0.1mol 内部溶液 那这边呢 是你要去测的 你的分析物 它的溶液 三个溶液 是所谓的external 那么多水溶液 所以你的玻璃层呢 本身非常薄 这边列出尺寸来 多薄 差不多是0.1mm 这是100个micronometer 那是很薄了 那是非常薄 但是它没有说薄到 轻轻手摸一下 就破掉了 没有 就是它非常坚硬 虽然薄 但是很坚硬 那它需要放在 溶液里面的原因 就是说你的表面 接触溶液的地方呢 它会水渗进去 然后呢 它会膨胀出来 所谓的hydrated gel 所以这里面有水进去 水层 就是水进去呢 那这个 变成这样一个棕色的 那这个 在这一层里面 当然它是接触到你的溶液嘛 那么真正去response 你当然是这个表面这一层 所以它必须要有水 浸在水里面 而浸在水里面 这个水层呢 那它的结构 基本上像类似这样子 所以这个灰色的仍然代表 你的玻璃膜 那一层 0.1mm厚度的玻璃膜 然后这个是内部溶液 0.1mol的氢离子 外部溶液是你要带测的 那内部溶液 因为氢离子是固定的 0.1mol 所以在这个接触到 玻璃膜接触这个溶液的 水合成这一层呢 基本上 它的位置啊 如果有钠的话呢 钠都被氢离子取代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想象 就是这个表面呢 就是SiOH 那它本身会解离了 那么所以说这个浓度 看你外面的氢离子浓度多少 那氢离子浓度 就是说它本身啊 这个表面 这一层呢 基本上 都是氢离子 有的话都是氢离子 所以可以写成 看成是 或者写成这个SiOH 在我们的课本呢 它用的是GL 代表Glass 代表玻璃Glass 所以它用GL-氢离子正 所以这个G啊 事实上就代表玻璃的表面 SiO 这个负 然后呢 氢离子 当然这本身是一个解离嘛 那解离了 这个 一个平衡反应 那么当你的氢离子 越多的话 那么会接在上面的 氢离子的位置呢 就越多 会接上去 会接上去 那接上去之后呢 这个没有被接的 这个氢的位置呢 当然就带了一个 有一个电荷 负的电荷 所以基本上 这个表面呢 这个SiO 那么会 多少位置 O的位置呢 会接氢离子呢 是看你的 溶液里面 接触的这个溶液里面 氢离子浓度是多少 越多的话呢 有越多的氢 会接到这个 O负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没有接的 变得比较少 那我们再讲 你要测的是一个电位 对不对 这个电位是哪里的电位 就是这个表面的电位 就是这个表面电位 那这个表面呢 SiO 那如果说 你氢离子越多 那么接上去的越多 就没有被接的 在负电荷的就越少 所以它的电位呢 是 看有多少没有接的 一个负电位 OK 反过来讲 你 另外一边呢 也是一样 你要测溶液的氢离子 对不对 那么在这边 它故意画的比较少 这代表说 你的溶液里面 它的氢离子浓度 是小于 0.1某个的画 那小的话呢 少的话呢 它接上去 他们 接上去的这个氢离也比较少 接上的氢离子比较少 没有接的这个 O负的位置比较多 所以表面这边电荷呢 负的比较多 所以它的电位是 一个负电位 比较多的一个负电位 所以你现在 就这张库来讲 这边没有接的 因为浓度比较少 所以接上去比较少 所以没有接的地方 就比较多 所以它的负电荷呢 要比内部的 接上去比较多 没有接比较少 所以这边的负电荷 要比这边的负电荷 要多嘛 所以相对来讲 哪边比较负呢 这边的负电荷 比较大 所以你量的 就是这个 电位呢 就是这个电位 就是这个电位 对 所以你的性移植 浓度越高 接上越多 所以你的这个 没有接的越少 所以你的电位 相对来讲 没有那么负 就是相对来讲 比较正一点 相对来讲 比较正一点 所以你量的电位 基本上就是这个 界面的电位 就是这个membrane 你要测的这个membrane 应该说 你的电极这个membrane 跟你要测的溶液 这个界面上 这个电位是多少 你要测的是这个电位 那这个电位呢 就可以反映出来 你要测的这个 清理整容度的多少 那怎么反映呢 基本的一个道理 可以用刚刚的想法 越多的话 接上去越多 所以没有接的负电位 负电荷比较少 所以它的这个 这个电位本来 相对来讲呢 没有接的比较 多的话 就比较负 那清理整容度高的话呢 接的比较多 没有接的比较少 就相对来讲 会比较正 相对的 所以我们 基本上来讲就是 membrane electrical 你要测的电位呢 就是这个界面 membrane跟你要 代色溶液的 这个地方 这个界面 它的电位是多少 那这样一个原则 是相通的 是所有的 我们待会儿要讲 所有的这个 离子原子电极的membrane 它测的道理都一样 你要测的电位 就要去看 membrane跟solution 代色分析物离子呢 这个界面 它的电荷 是负 还是比较 没有那么负 有没有问题 很重要的 这个要能够了解 它测的这个电位 就来自于这个地方 来自于这个地方 那至于说这个 这个电位呢 接探多少 基本上有一个平衡反应 在这边 波率电机 基本上看这个反应 就清粒的浓度 就是你要测的容易 所以清粒的浓度越高的话 接上去的越多 没有接的 没有接的这个负电份呢 就比较少 没有接的位置比较少 那这个 它相对的这个电位 跟浓度低的 没有接比较多 这个电位就不一样了 这点也没问题 这样一个概念要有 如果这点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要回来看 看一个你们刚才 已经提到过的 我们不是画主表示 画图的话 要画图的话呢 就要画这样一个图 像个电机 波率电机 DHM 我现在不画这样的图 把它变成所谓的Line Diagram 那就是 你待会看的 所以各位看一下 这边是 SE Certric Calum Electro 参考电机 这边有一个界面 相当于是 岩桥 Sofbridge 它跟你的分析物溶液相通 离子相通 波率电机 波率电机有一个membrane 里面的溶液 0.1 1mol HCL 里面有盈率化影 这个要很熟悉 这样一个构造 知道了 你把它用 所谓的Line Diagram方式 表示出来的话 就这样表示 最左边那边 它直接用SD 是参考电机 外部溶液的 这边表示 Reference Electro 1 是外部溶液的 一个参考电机 那这个两条垂直线 代表那个 那个Forest Glass Freed 参考电机 最前面那个 离子跟溶液不通的 然后呢 最重要就是 你的分析物溶液了 分析物溶液 分析物溶液是这边 这个溶液里面 有参考电机 外面的参考电机 然后呢 有玻璃电机 玻璃电机里面的 组成在这边 玻璃电机 那玻璃电机里面呢 这个是玻璃电机膜了 这个是外 就是接触你的分析物溶液的 这个外面的溶液 这个是接触里面的溶液的 Fulling Membrane 内部溶液在这边 内部溶液里面呢 有0.1mol的ACL 所以有 轻力阵浓度是0.1mol 瑞力阵浓度也是0.1mol 然后有一个银湿 绿化银 所以这样 这个部分呢 就组成 相当于是 内部有一个 银绿化银的参考电机 它为什么需要 内部有一个参考电机呢 就是 我们先看一下 在整个系统里面 一个人有多少电位 那这个地方已经告诉你 我们外部参考电机 有一个参考电机的电位 这没问题了 然后呢 有一个我们没有讲的 这个 岩桥 相当于岩桥的地方呢 有一个junction potential 我们先 待会就讲 就知道一下 有一个junction potential 那接下来呢 你的玻璃 这个glass membrane 跟你 你要测的这个 轻力 测的分析无容液嘛 这边的轻力浓度呢 因为这边的轻力浓度 所以根据玻璃电机 它的membrane 这个界面呢 有一个 E1 那E1就是你真正要测的 就是你要测到轻力浓度呢 多少你不知道 它的浓度呢 决定了 这个E1的电位值 这个电位值呢 就因为这个轻力浓度 来决定它 那在内部溶液里面的 内部的 里面的这个membrane 玻璃膜呢 跟内部溶液接触 那么 内部溶液因为轻力浓度 是固定的 0.1mol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E2呢 这个E2是固定的 不管多少 但是它是一个定值 不会变 因为你内部溶液 轻力浓度呢 是固定的 所以E2会有一个E2 这个E2是固定的 接下来呢 是内部有一个绿化银 以及0.1mol的绿离子 内部有一个参考链级 它的电位呢 也是固定的 所以你整个系统 一共有几个电位啊 1 2 3 4 5个电位 对不对 5个电位 那 我们先跳过这个 将行potential 我们真的要测的 是这个 分析物溶液里面的 轻力浓度多少 这是真正想知道的浓度 那这个浓度呢 会影响到的就是这个E1 所以你真正要测的电位呢 是E1 这个界面 玻璃膜呢 跟你的代色溶液 这个界面上 它所发展出来的这个电位 到底是多少 这是你要测的 真正要测的 这是你要测的 目标在那边 好吧 那再下来的话呢 这边是定义而已 什么叫 junction potential 指的这个 那这边呢 课本上一直要用一个 boundary potential 那我也一样就介绍一下 那我个人如果讲的话 我会直接讲说 你要测的就是这个 E1 这个电位 所以你真的要测的就是1万 但课本上要讲就是 外部融业的 外部的这个电位 跟内部的玻璃膜 就两边的 这个电位差 叫做boundary potential 所以你要去测这个 boundary potential 那我觉得多知一觉 因为E2本来就固定了嘛 所以你要测 这个两个电位差 boundary potential 事实上也就是要测1万 所以你整个目标就是 你要测玻璃膜跟你的分析物 融业 这个面上的这个电位多少 是你要测就对了 那配合课本 课本一定要讲boundary potential 那你就多知道一下 boundary potential 什么意思 我们接下来先超过这个 所以我们课本不要画这样做 我们课本说画boundary potential 那么内外融业不一样的时候 电位怎么变呢 我想不讲那个 我们直接讲 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本书 那这本书到底是哪本书 我现在找不到 就这个在我身边所有的书 找不到这张图 就显然我在这个图书馆里面 借来的书 找到这张图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 你一共有几个电位 整个系统里面 五个对不对 然后五个呢再看一下 外部的有一个reference electron 这个reference one 有一个junction potential 然后这个所谓的test solution 就是你的分析容 分析物溶液 然后呢 这玻璃膜 有一个外部的 那这个是你要测的 它是反映出你的分析物里面 分析溶液里面的七粒子浓度 内部的 玻璃膜的内部呢 接触的溶液 这边有个电位 这个固定值 然后内部有个参考电子 reference two 有固定值 所以有 一二三四五 没错 然后呢 这整个系统的话 你去量它一个电位 所以你用这样一个 PSMID去量到的电位呢 事实上是这五个电位的 近的电位 五个电位这样串起来 所以它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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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有加有减 就是按照它 假如说这个 这个标示是对的话 那这边是正这边的负 所以才会 这个方向相反的是相减 相同的是相加 相反相减 那是不是一定这样的 不一定 基本上就是说 五个电位 有量到一个静电位 那这个静电位呢 是指这五个电位之间的 电位这样串起来 那这五个电位里面呢 参考电电位 外部参考电电位呢 是一个定值 Jugged Potential 基本上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是一个定值 这个是你要不知道要测的 内部的 Volimor 它的这个电位 也是固定值 内部的参考电 也是定值 所以一共有五个电位 静电位是量到的 然后在这个 静电位量到之后呢 这五个电位里面 有四个是固定的 所以你量到这个 静电位呢 就相当于可以反映出来 你的这个 代色溶液 跟你的玻璃膜 这个界面的 这个电位 基本上你可以量出来 那它的值呢 就反映出来 你的分析物溶液 里面的轻力振动度呢 是多少了 所以它关系 这边的关系呢 就这五个电位 相加相减 就它们静电位 是这个 你测到的 那其中 那四个是固定的 所以你量到这个电位呢 它的变化 就相当于是 你要测的 这个电位的变化 那这个电位 这个电位的变化呢 就相当于是 反映出来啊 你的分析物溶液里面的 这个代色离子的 它的浓度 所以事实上 很简单的事情 看起来五个电位 很复杂 那这个道理很简单 同学没问题啊 有没有问题 这很重要 那接下来就要 解释一下 为什么还需要一个 内部参与电器 为什么还需要一个 内部参与电器 有没有同学 可以帮我回答 为什么需要一个 内部参与电器 为什么需要一个 内部参与电器 所以你还需要 放一个影师 在里面 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人员是一样 我们要量的电位呢 这个电位都要相通的 都要相通的 那所以说 这个地方呢 如果不是有一个 银绿化银的参与电器 放在这边的话 那这个 这边的电位就到 这个地方就通不过去了 通不过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有一个 银绿化银的 有个半反银在这边 所以这样子 整个电位呢 才能相通过来 所以理由就这样子而已 那接下来 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bounded potential 刚刚讲过了 它定义很简单了 就是membrane 内外 接触外面的溶液 带子的溶液 这个电位相对于 相对于这个 内部溶液 这个界面的这个电位 这两个电位差 所以我们通常讲是 membrane的外 外部跟内部 这两个界面的电位差 叫bounded potential 假如你要问 什么是bounded potential的话 那接下来 剩下还有一个不知道 就是junction potential 那么什么是 junction potential 那junction potential的话呢 它一定发生在哪个地方 是发生在两个溶液的界面 所以junction就指着 两个溶液的界面 像这个地方 这个图呢 代表说 我现在左边那边 有一个n-ac-air溶液 右边一个水的溶液 那 什么声音啊 哦 我怎么听到 小孩子的声音 OK 两个不同的溶液呢 它的交界 接触的这个面呢 就叫junction 那junction potential的话 当然就指的 两个 anytime 任何时候 有两个 这个不相同的 电解质溶液 就两个不同的溶液呢 接触的时候 在它的这个interface 是接触的这个面 所谓的junction 是接触的这个interface 会有一个电位差 这个电位差 就叫junction potential 定义这样子 那它为什么会有一个 不同组成的话 不同这个浓度 不同的组成的话呢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 junction的地方 会有一个电位产生 这接下来讲 这个理由很简单了 那各位都知道 像这个例子 左边只有 水化钠 右边是水 那两边的这个钠粒子 氯粒子 浓度不一样 那当然自然的 钠粒子会从高浓度的 往低浓度呢 发生diffusion 扩散 绿粒子也是一样 两边 所以这个钠粒子 绿粒子呢 都会从高浓度的地方 往右边 低浓度的地方 扩散 那扩散的话 它跑的速度呢 这两个粒子不一样 那绿粒子比较快 钠粒子比较慢 那结果呢 就在它的这个界面的地方 就变成了 有charge separation 那这个地方很少 所以为什么原因就是说 different mobility 就指的这边 阳粒子 它们移动的速度不一样 移动的速度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lake junction的地方呢 会发现一个 所谓的charge separation 电荷的分离 就有一边呢 是硬粒子比较多 有一边是阳粒子比较多 那么这个硬粒子跟阳粒子呢 中间就有个电位差 所以这个电位差 就是你所谓的junction 因为它发生的地方呢 就正在junction的地方 有一个电荷的分 这个不同 分开了 所以有个电位差 junction potential 那电位差很小了 很小 那你说这个钠粒子跟绿粒子 它的mobility差多少 有这张表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mobility 钠粒子 绿粒子 绿粒子比较快 钠粒子比较慢 会有一些差异 所以你参考变极里面 你为什么用这个k shell 参考变极里面装的这个溶液 k shell装的就是用的比较多 其中一个考量就是说 绿粒子跟甲粒子 它们两个的mobility呢 也是不同 但它们的差别比较小 比钠粒子要小 比较小很多的话 就钠粒子跟绿粒子 它们的差别呢 比较大一点 那甲粒子跟绿粒子 差异比较小 所以你装的是k shell的话 那你在你的界面上 发生junction potential 它的那个junction potential呢 值能很少 很小 相对于这个绿化钠来讲 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junction potential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那但是就一个相同的系统来讲 你的junction potential很小 一个是很小 第二个呢 它变异性不是很大 通常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定值 好吗 大概还有五分钟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 玻璃电极 刚才讲过了 你要测溶液的氢离子 那是靠这个玻璃膜 它的外层 接触到这个溶液的外层呢 看有多少氢离子接上去 没有接的地方是 负离子 是负电荷 因为是SiO 是负电荷 是负电荷 那 我们最后聊到的 一个电荷呢 基本上就是那个 玻璃膜 接触分析物溶液 那个界面的 上面的这个potential 那课本还是叫boundary potential 它不是一个 就是那个电位呢 不是来自于 redux reaction 就是没有发生电荷 来反应 没有电荷的这个得到 是失去 那我们是来自于说 你的氢离子接上去多少 那么剩下的电荷呢 这个负电荷有多少 它决定了你量到的电位 所以我们现在量到电位 这个indicated electrode 它跟氢离子的浓度的关系呢 各位看一下 indicated electrode的电位 等于一个定值 l是一个constant 加上0.0592 n是1 n分之0.0592 或者0.0591 n是等于1 n等于1的原因 就是说你的氢离子 你的分析物离子 氢离子 它的电荷是1架 是1架 所以n是等于1 如果是盖离子的话 是2架 n就等于2 就会有一个分母 是2分之0.0592 然后去log 氢离子的这个活性 我们一般就直接呢 用这个浓度 multant stream表示也可以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关系呢 氢离子呢 你要分析的这个离子 氢离子 是正一架 是正电荷 所以你氢离子越多的话 接上去的越多 所以你没有接的那个负电荷怎么样 就越少 所以整个电荷应该是越正还是越负 应该是越正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电荷关系在这边 就经历子越多的话 你接上去越多 没有接的位置 O付一架的 那个位置越少 所以经历子越多 接的越多 没有接的越少的话 它的相对的电荷是增加的 电荷是变大 所以前面这个是一个正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去背公式的话 你分析的是阳离子的话 前面就是正的 大概这样原则都对 这个像福利子 你分析的是一个负 负一架的话 通常都这样有关系 这边就是负 这样有关系 那如果把它变成一个PH 就把它变成一个Flock 那当然这边就要改过来 那这个是你量到的 indicated electron 跟你要测的分析物离子 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呢 各位看一下 像不像那